屏幕总系列 三个不幸的女人在一场车后当中丧生 然后呢 她们来到了天堂的大门外 迎接她们的天使 告诉她们 天堂里有一个规矩 千万不要踩到鸭子 确认这三个女人了解之后 天使把她们带进了天堂 但是天堂里到处都是鸭子 几乎多到不可能踩不到 虽然她们极力避免 但是第一个女人还是踩到了一只鸭子 这时呢 天使就带着一位长相极为丑陋的男人 来到了这个女人的面前 并且告诉她 你踩到鸭子的惩罚 就是要永远跟这个丑男人在一起 第二天 另外一个女人也不小心踩到了鸭子 这是天使又带着一个极为丑陋的男人来了 跟第一个女人的下场一样 天使把第二个女人和这个丑男人 用链子练在了一起 第三个女人已经发现这个残酷的规则 她并不希望永远跟一个丑陋恶心的男人拴在一起 所以她非常非常的小心 几个月过去了 她从来没有踩到过任何一只鸭子 忽然有一天 天使来到第三个女人的面前 并且带着一位超级大帅哥 这个帅哥高大威猛 玉树林峰帅得一塌糊涂 天使把他们两个人练在了一起之后 没对那个女人讲任何话 就离开了 这个女人呢 就跟和她练在一起的这位帅哥讲说 我好幸运呀 居然可以和你永远练在一起 这个时候 帅哥讲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样 但是我踩到了一只鸭子 自古评论出大神 我是老飘 下个故事见 我好想把这只鸭子 给你我觉得 感谢观看